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 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 中国靠什么来实现共同富裕 8月26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会上 中央裁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表示 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 这是根本途径 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 这是根本的途径 要鼓励勤劳致富 创新致富 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 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 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 带后富 帮后富 不搞 杀富 积贫 韩文秀指出 共同富裕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 增强发展能力 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 畅通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 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 要扎实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 我们不能等靠药 不能养蓝汗 要构建初次分配 再分配 三次分配 协调配道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加大税收 社保 转移支付等等 调节的力度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形成中间大 两头小的橄榄形分配结构 韩文秀同时强调 要充分估计实现共同富裕的 长期性 艰巨性 复杂性 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 在动态当中向前发展的过程 不可能一措而就 也不可能齐头并进 我们要坚持稳重求进 循序渐进 久久围攻 一件事情借着一件事情办 一年借着一年干 在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